你看到東方的中間市場 前一陣子發生這個 法國米包集體市場中 有一個案件 消息今天公佈說 已經有五百十四人通報 這個檢體裡面 除了檢驗出來的沙門市桿菌 又檢查出來 有先人長的桿菌 另外由美國政府的用途 在邊境 我們再讓人來 知道有農藥殘留危機 訪問中略區 中間市場 沒有一間法國胖 當時表出執貸是無重度的案件 不少關係 吃外國的民眾是感覺很驚訝 有後無消息公佈最新 欺貸的結果 到八月十五位置 累計通報的貨幣 有五百十四人 檢體裡面 除了之前檢驗出沙門市桿菌 現在各共檢驗出生人像桿菌 到這學生不合格 無情要減停營業 是這樣的問題 如果是在國內 邊境也查到 由美國淨口的 營土無合格 有四坏 危機 檢查裡面有農藥 滅分座 累計近年以來 已經有二十二坏 總共十二萬兩千多公斤的 美國營土 在邊境減減無合格 共退費 才是消費 事業書已經發文 由美國財大協會AIT 要求愛改善 到國內進場 如果是沒有費用 上當會減停修理保險 申請的行政儲存 最高可以寄出這樣的行政 採取 不過還是重申 因為它的減出濃度很低 而且麵分座 國內在胡瓜農作物上面 是有準用的 另外進場 為了要解決國內 缺乏的問題 農業保 今年請客動 全案進口 基因 不過是有訴公佈 為農業進口戴口的基因 跟冷凍內疾 在邊境減減無合格 分別農出控性所跟農業 農總有一百控勞動 全部退費 才是消費 那農業保共調說 因為農業和通年期的基因 都有農業這種無合格的案例 所以不再把這兩個國家 定基因 接著 總合佈的